爸爸 妈妈 我错了 我没有听你们的话 我真的错了 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 爸爸 妈妈 我真的好想你们啊 来 请走到中间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杨西兰 今年21岁 家住在河北 严重县不成村 你刚才上台之后为什么会说那一段话 爸爸 妈妈 我错了 小时候我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 所以被人给拉走 你走了多少年了 十年 就这十年跟家里一点联系都没有 没有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你现在结婚了吗 结了 有孩子吗 没有 那你今天到这儿来是 找我爸爸妈妈的 找我爸爸妈妈的 我十年了 我一直在努力 我在找 我天生结果寻人歧视 我托朋友打听过 都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报了几乎 我报过 但是警察网了 你记得你家在哪里吗 云南省 什么事 什么事 世界在长浪记忆里模糊 大概是在哪个位置不知道 那你记忆中 那你记忆当中能记住点什么呢 我记住我家房子就是木头的 逐渐有一个小窗户 是在一个山上 只有两下 我上学的路上有经过 每次经过一座铁锁桥 你就记得这么写 对 爸爸妈妈的名字 家里有几口人记得吗 妈妈叫 妈妈的名字记不清了 爸爸的叫 爸爸名字叫杨本南 姐姐叫杨小兰 怎么写这个 杨是哪个杨 杨树的杨吗 我 我从小没写过他们的名字 我写不会写 你想哭吗 我想哭 怎么没有眼泪呢 我那么多观众看着我 今天是来寻找亲人的 心态放自然